大家好,我是社交社的陈希 就在本周,全新一代的宝马5系正式上市了 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来到了宝马的经销商这儿 来给大家好好地聊一聊这一台车 那这一次换代宝马5系它的变化点其实非常的多 那作为一个一直很关注宝马5系的证明人来说 我其实从它当初刚刚开始海外亮相的时候 就一直期待着它的上市 那我是觉得它既保留了宝马以前的一贯的这种态度 又做出了一些应有的洋气 那么我今天也找到了十个非常值得购买宝马5系的理由 然后你也听一听看一看我说的对不对 那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价格 那可以说目前的宝马5系它的定价可以说既符合了宝马5系一贯的这种传统 它又与现在的这种经济啊消费情况挂钩 而且放在整个同级别的竞争之中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合理 第二点那就是它的前脸 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它既保留了宝马5系应有的态度 但同时呢又没有屈从于它那些大哥的风格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的豪华车市场 你可以看到这些小地车型基本上都会套用大哥的设计风格 长此以往呢也会让人感觉到一定的视觉疲劳 那宝马5系其实从它当初的假想图 就已经看起来有点像那种宝马7系的这种风格了 但当真正的实摄图出现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哇 这就应该是宝马5系它应有的样子 它采用了独特设计的环形光药格山 配合全新设计的天使眼大当族 再加上它引擎盖上的这种充满这种肌肉气息的隆起 可以说非常非常的符合新一代宝马5系的需求 又豪华又运动 这样两者结合的非常的巧妙 第三点呢就是宝马5系的侧面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宝马5系它的引擎盖 其实是比较的长的 而且特别是相对于它的车尾 可以看出它的引擎盖的比例非常的出色 但是呢你的视觉重心 又会按照宝马一贯这种风格 往霍视弯角这边也就等于是会相后移 这又呈现出来它独特的这种运动的气质 再加上它有限的用了一定的镀隔 再加上护视弯角这里 还有一个5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身份标识 又呈现出来了宝马5系应有的这个豪华的气场 第四点就是尺寸 宝马5系它的长宽高分别是 5175毫米 1900毫米和1520毫米 轴距呢则是3105毫米 这样的尺寸数据嘛也是属于是同级别里面的标杆水平 我觉得不管是针对哪一款健体车来说 这都是很能打的 那第五点呢就是宝马5系的车尾 那这次宝马5系的尾部变化也是颇大 它采用了这种横向线条的这种设计 尾灯也属于这种细长的 这个其实也是拿了大哥这样的一个设计语言下放 那这点呢我觉得还是蛮合适的 那是为什么呢 就像彦祖和文乐可以穿同样的衣服对不对 但辨别彦祖和文乐它最关键的是前脸 所以尾部设计的下放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的合理了 既保持了宝马家族一贯的这个优雅的气场 又得到了一定的传承 那第六点呢则是宝马5系的这种本土化的配置 你可以看到坐进去之后 它呈现出来的这种横花感还是一如既往的强烈 但是呢它的科技感也是史无前例的强 就是首先坐进去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一块双连的曲面屏 两块屏呢分别是一块12.3英寸的液晶仪表盘 再加上一块14.9英寸的中控屏 那同时呢它的车机内部 也是用了最新的iDrive 8.5的系统 它的所有的一些菜单的逻辑 还有这种画面的这种呈现效果 都符合咱们中国消费者的这种使用习惯 那第七点啊就是车内有大量的这种水晶元素 那首先就是这个iDrive的水晶切割的控制旋钮 看起来非常的好看 而且用起来也是挺舒服的 那同时呢它还采用了这个环抱式交互灯带 这也就是说凤维灯这方面啊 宝马终于能够傲视BBA了 它这个凤维灯显示出来的效果特别特别的出色 那同时呢在它的凤维灯的旁边呢 它的一些按钮啊也全部都采用了触控式 并且能够和凤维灯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让你既能够享受到这种座舱 这种水晶设计的优雅又非常的实用 第八点就是咱们的宝马武器 新增了这么一块后排的娱乐屏 它支持这种8K的播放 那它的尺寸呢达到了31英寸 而且还支持32比9的这种全景影音播放模式 啊有了它之后 你再也不用去羡慕那些造车新势力的后排了 那第九点呢就是咱们的宝马武器全系标配了L2级的驾驶辅助功能 那同时呢它还支持未来拓展到L3级别的驾驶辅助的这样的潜在的能力 也就是说啊未来啊随着咱们这个OTA的推送 以及未来这种交规的这种允许 咱们的宝马武器也会越开越强 那现在呢其实咱们的宝马武器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功能 那就是视线变道 也就是在时速超过60公里 然后下线在120公里的时候呢 就是当你想要变道的时候 旁边的车道允许你只要投这么一片 然后这个武器它就已经领会到你的变道这种想法 然后自动就去完成了变道 也是非常的科技感 第十点那肯定是宝马武器的动力了 那宝马武器呢它有提供了燃油版和电动版这两个车型嘛 那燃油版的它配备了一台2.0T的发动机 配配48伏轻混 所以说它的行驶体验一定是非常的不错的 而纯电动版的宝马武器呢 则拥有超过500公里以上的续航 也是妥妥的豪华水准 所以说具体买哪个版本就看您的需求 以上十点啊就是我觉得您不可以忽视 全新一代宝马武器的理由 可以说不管是从设计啊到尺寸 从它的这个动力性能到它的豪华的座舱 再到它的科技水平啊 都是妥妥的六边形选手 毫无破绽 目前啊全新一代的宝马武器已经全面的到电了 如果您对它有兴趣的话 就赶紧到电去看车以及试驾吧 感谢观看